婆婆自己养的公鸡 因为她喂太多粮食 长得好肥呀 还以为不好吃呢 没想到肉质还是很紧致的 很香 公鸡洗净 斩块 取一个鸡腿鸡爪和鸡翅 斩块冷水下锅灼水 煮开锅即可 洗净浮沫备用 原膜浸泡 泡开的原膜洗净 冷水下锅 开锅后煮五分钟 板腹冲洗 沥干水分 切葱姜 取卤肉料 热锅冷油 油热放食盐 放葱姜肉块等翻炒 放生抽 炒均匀 放原膜翻炒 放冰糖翻炒 炒三分钟 放清水 跟食材持平即可 大火烧开锅十分钟一 改小火炖一小时 放味精 洋葱芽洗净切末 放葱末即可 起锅装盘 成品 小火炖 小火炖